那时 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 在背堂里教导人 众人因此狠惊讶 说 这人从那里得到这智慧和这些能力 他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 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 他的兄弟不是雅各伯 约塞西门和尤达吗 他的姊妹不都是我们村里的人吗 那么 他的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 因此 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 耶稣却对他们说 先知唯一不受尊敬的地方 是他的故乡和本家 因为他们不信 他没有在那里行去多奇迹